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继续聊西藏四部曲 第二部《吐蕃魔旅》 1991年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在整理罗布林卡内的收藏文物时 发现了两张唐卡 每张都高1.5米,宽0.7米 唐卡上的内容是一致的 是一幅神秘的地图 地图上是一个仰卧的罗刹魔旅 似乎被某种力量镇压住 神态愤怒,躯体僵硬 在仔细查看地图当中的标注内容以后 文物工作者发现 这是一张巨大的西藏全图 图中标注的寺庙和今天的寺庙 可以一一对应 不仅仅有中国境内的寺庙 还有印度不丹境内的寺庙 看到这里文物工作者恍然大悟 这是一幅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它在证明着一个藏区流传了千百年的传说 文臣公主与十二正模式 接着文物工作者分析了唐卡的原料 判断出这两幅唐卡至少有六百年的历史 至多有一千一百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 这极有可能是文臣公主去世不久之后 普波王朝最鼎盛时期的作品 另一个层面 发现这两幅唐卡的罗布林卡 就是西藏本土顶级贵族的下宫 私人的府邦 显然这两幅唐卡是旧西藏的顶级贵族们代代相传的珍宝 这两幅唐卡如今被叫做西藏魔旅图或者西藏正魔图 偶尔他会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当中寻展 没准哪天你就能在家门口的博物馆当中见到他 这幅图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含义了 文臣公主与十二正模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说了 我们从贞观八连说起 这一年 松赞干部十八岁 早已威震吐蕃 妥妥的吐蕃王 这一年 大唐太宗 李世民三十六岁 如日中天 是中原的皇帝 也是草原的天可汗 这一年 松赞干部 听说突厥和土玉魂 都娶了唐朝公主 便说 我也要娶一位唐朝公主 唐太宗 咀嚼了 松赞干部也不客气 挥师土玉魂 就要去抢唐朝公主 于是唐朝和吐蕃 在土玉魂的地盘上 干了一仗 这一仗 吐蕃说吐蕃大胜 唐朝说唐朝大胜 反正这一战之后 松赞干部 老老实实的纳税币 也就是交保护费 唐太宗 也老老实实的嫁公主 这位公主 就是大名鼎鼎的文臣公主 西藏传说中 文臣公主 不仅精通佛法 还精通心向阴阳 风水之术 也就是说 文臣公主 表面上带去了 那一尊 释迦牟尼 十二岁等身佛 象征着文化融合 其实 她背后的 阴阳风水之术 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传说 文臣公主 到了青海的 巴雁克拉山的时候 登山远眺藏区 发现 整个西藏 其实就是一个 仰卧的罗刹女 而松赞干部 用来迎接他的 布达拉公呢 正好处在 这个魔女的 心脏地带 有高人 徒伯王可能还不知道 自己被某个高手 布下了 如此庞大的 风水阵 这个高人会是谁呢 松赞干部的 大老婆 尼泊尔 赤尊公主吗 带着这些遗旅 文臣公主 就到达了拉萨 果然 来者不散 刚到拉萨 文臣公主的车队 就陷入了沼泽当中 怎么拉 也拉不出来 文臣公主 当即下令 不走了 立坛请佛 于是 在沼泽中 就打入了 四根木桩 用白曼 将这四根木桩围住 将十二岁的 等身佛 供于白曼之中 佛因其名 然后文臣公主下令 在这圈 白曼的基础上 立刻动工 修建寺庙 这就是 今天的小招式 几天以后 文臣公主 终于到达了布达拉宫 见到了 松赞干部和 赤尊公主 话说 布达拉宫 本来是松赞干部 为了改善 赤尊公主的生活条件 而新建的 结果呢 刚刚建好 却被用来迎接 文臣公主 赤尊公主 心中难免有些处意 接着 文臣公主 向松赞干部 讲出了自己 这一路的见闻 松赞干部 先是感慨 接着就说出了 自己心中的担忧 原来松赞干部 他们是吐蕃人 他们传说自己是 弥猴与罗刹女的后代 从山南地区而来 文化非常的落后 现在 吐蕃占有了权杖 但是在松赞干部的地盘上 最强势的文化 还是本教势力 松赞干部 虽然能用武力压制他们 但是在文化上 就彻底不行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文化 压制本教 强大的吐蕃 迟早是一具被借尸还魂的空壳 松赞干部 原来真的是 不爱美人 爱佛主 赐尊文臣 二位公主 原来是以佛陀之名 来帮助松赞干部 建立 普波文化 制高殿的 松赞干部 说话间 文臣公主 拿出了一本 八十种五行观算法 接着说 佛本 原是一家 难分伯仲 本要让罗刹女躁动 佛虽然可以压制 但长此以往 我们会被他们慢慢消耗 直至累死 如果用中原的 阴阳风水之处固阵 在罗刹女的节肢 关节上 建造十二座正模式 像钉子一样 钉住这个罗刹女的全身 可以一劳永逸 镇压罗刹魔女 根据我的观测了 布达拉宫下的这片湖泊 正是罗刹魔女的心窍 在此件事 供奉等身佛 即可让她难以动弹 这是我们建造十二座 正模式的基础 说到这里 次尊公主早已出意大发 她就主动请因 带着自己的内尊 八岁等身佛 去建造寺庙了 结果 这座寺庙总是白天见晚上 她一年好几个月都是如此 调查以后发现 原来是 填湖的土壤 总是被侵蚀 根基不稳 文成公主 当即让松赞干部 调集白羊 白羊是一种西藏的圣兽 让白羊驼徒去填湖 最后再将松赞干部 手上祖传的一枚戒指 投入湖中 地基 这才稳固下来 不久之后 寺庙就建成了 这便是今天的大招式 接着 次尊公主将她内尊 八岁等身佛 和无数的正魔法器 都放入了大招式中 但是魔履还是难以镇压 反抗激烈 文成公主说 再请佛 于是小招式的内尊 十二岁等身佛 也被请到了大招式中 魔履的心窍 这才得以被镇压 魔履心窍被大招式 小招式镇住以后 十二正魔式 就可以开始动弓了 文成公主说 先在魔履的肩宽 上面修建四座正边寺 接着建造四座正结寺 镇住魔履的膝盖和手肘 这八座寺庙 镇住了魔履的整个躯干 但是还需要四座寺庙 来镇住魔履的双手双脚 才算打功告成 于是再建四座正之寺 结果这十二座正魔式 建好以后 魔履依旧蠢蠢欲动 之后文成公主又在权杖 布置了很多在正结寺 在正边寺 在正义寺 一共一百零八座寺院 还修建了无数的佛塔 大智在天的神像 大智在天 也就是婆罗门教 印度教的师婆神 也是佛教的护法之一 还有很多达鹏 白罗等等风水建筑 如此一来 直到文成公主五十岁的时候 工程历史了二三十年 总算渐渐完工了 魔履也才渐渐被镇压住 而早在这之前二十年 次尊公主松战干部 就以三十来岁的壮年的年纪 与世长别了 文成公主孤独的 与藏地魔履斗法三十年 最终为土坡建立了 文化上的制高点 让本教被压制 为后代战补 确立佛教的地位 奠定了基础 故事回到这幅西藏魔旅图 将这段传说 对应到现实当中 我们似乎能看到 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二十来岁 马上得江山的松战干部 以强大的武力 征服了西藏本土的象雄 以及各种势力 但是在文化上 它无能为力 先是想借助尼泊尔的文化力量 创造文字 撰写历史 但还是势担力薄 本土文化 本教文化 死而不疆 后来呢 宋战干部终于从唐朝 借来了更强大的中原文化力量 才一步步巩固江山 而这个文化改造的过程 是中原团队一手策划和实践的 从此 土坡有了自己的佛 能够压制本的佛 耗时二三十年 耗之无数 在权杖 营建的大小数百座佛寺 在今天看来 这无疑是一场惨烈的文化战争 战争最终的结果是 本教慢慢的融入了佛的胸怀当中 而非佛融入了本 而这场文化战争 艰难的程度呢 可能远超我们过去的想象 因为今天我们逐渐的清晰 象雄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题 本可能先于婆罗门就存在 是本影响了婆罗门 婆罗门中又诞生了佛 佛又到西域到中原融入了道 才由文成公主带入藏地 最后与最原始最强势的本教斗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象雄灭国了 象雄文失传了 象雄历史也湮灭了 而本教势力了 却依旧暗流涌动 文成公主虽然成功了 但是文成公主死后一百六十年 有一位战谱 她公然灭佛 不信本教 拔去了魔女身上的钉子 吐蕃顿时陷入分裂 她也成了吐蕃帝国的 破代战谱 朗达玛 此后 本教对西藏的佛教 展开了激烈的反击 无数的本教神魔开始反思佛 无数的佛教徒转入了秘密之中 人心分裂 再分裂 教义修改 再修改 藏传佛教就这样 在这四百多年的分裂当中逐渐诞生了 藏传佛教从一开始就是秘密传播的 于是他们成为了秘宗 我们可以说秘宗更加接近最原始的佛 因为脱去了后世中原 尼泊尔中亚西域的文化以后 原始的佛和藏地本土的原始本 可能本来就是一体的 而有趣的是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部的后代 在朗达玛灭佛 普波分裂以后 逃到了象雄故土 建立了骨骼王朝 成为了西藏乱世五百年中 繁华的西方角落 骨骼看着各个已经佛本难分的 藏传秘宗教派 在魔旅的武动中艰难求生 好了 下一期我们走进骨骼时代 走进秘宗各教派混乱的五百年 看看秘宗那些诡异的法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